二零一同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員陳時中 是今天前往木寨聖母宮參拜 但是道途爭議是迟時發笑 陳時中就被問到 小編在臉書上誤用部落客的照片惹議 不斷出包是否該離開團隊呢 陳時中就說人事部分總部自由安排 但是記者就繼續追問了 藍銀涵要兒子陳彥安負責 陳時中就回應 臉書跟他的工作內容沒有相關 極握攤商每一雙手 名將特別市長參選人陳時中走訪木柵 除了掃食場參拜聖母宮 小吃行程當然也沒少 但這回粉專發文時恐怕得小心 因為上回滷肉飯盜圖事件持續發酵 你兒子要負責 這樣子會是 就是他的工作內容嗎 跟他的工作內容 基本上這個臉書 或者其他在使用的圖片 跟他是無相關 不過請來也不要這麼的堪垮了 道圖風波讓綠營支持者炸鍋痛批 陳時中小編連續出包 要求撤換團隊 還有人直接點名交堂 要他走人 人事的問題進總自有安排 他的一個不小心的動作 所以我想用誤用會比較恰當 交堂的問題陳時中巧妙閃過 倒是道圖問題大力澄清 但網路上酸民反串樣樣來 這位網友在陳時中發文底下留言 我們團隊沒到圖 這是老闆傳來的照片 不過看看他的任職經歷 2014年曾在連勝文進辦工作 雖然他最新發文澄清 自己沒有政治立場藍綠都酸 當時在連勝文辦公室 只是為了刷履歷當了兩個月的公讀生 酸民的話團隊輕鬆看待 而陳時中炮火聚焦 講完只有領導立委辦公室 黃珊珊議員轉副市長 提的市政願景不夠 國民黨那時候如果要培養蔣委員 應該讓他在立法院多幾個委員會 那這樣子就會歷練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他沒有行政經驗 陳時中先生也只當過幾年的 衛福部部長吧 他對臺北市的瞭解 我相信他現在應該都還在上課 從道圖風波吵到專業問題 藍綠白三方比誰犯的錯少 也比各自經歷誰最多 記者林志環陳語廷也曾經去小組臺北 從往不抖